先介绍法务部林政务次长 检查师林师长 保护师游师长 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图所长 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王董事长 司法院刑事厅调办事法官林法官 卫生福利部医事师商副师长 商副师长 保护服务师林副师长 接着介绍教育部高等教育师尼专门委员 国防部法律事务师人权保障处萧副处长 接着介绍考选部考选规划师张专门委员 权序部特审师林副师长 外交部条约法律师黄科长 内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务组书副主长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 陈科长 以上如果没有介绍到稍后再来补充介绍 报告委员会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法医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二 林黛化委员等21人 拟据法医司法第三条 及第48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严宽衡委员等19人 拟据法医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与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 采综合寻达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请提案人严宽衡委员做说明 严宽衡委员 严宽衡委员不在 请提案人林黛化委员说明 严宽衡委员不在 接下来进行报告 首先请法务部林次长来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有关 行政院含请审议法医司法部分修正草案 委员林黛化等21人 拟据法医司法第三条 及第48条条文修正草案 还有委员袁宽衡等49人 拟据法医司法部分修正草案 提出报告 并被询深感荣性 仅提供意见如下 敬请指教 有关于行政院含请审议法医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还有委员林黛化等21人 拟据法医司法第三条及第48条条文修正草案 还有委员袁宽衡等19人 拟据法医司法部分修正草案 请说明如下 为因应大院第八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的附带结议 针对法医司养成各项职责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检验员之角色定位 相应解剖及死因鉴定等业务 应由医师或病理专科医师或法医师执长 法医师具备医师资格与否需负责不同业务等问题 在两年内重新检讨法医制度 原以专业效能正确公信为目标 兼考量本国国情及以接轨国际法医制度 拟据本次的法医司法修正草案 有关行政院含请审议法医师法部分修正草案的修正重点说明如下 第一个就是区分专业 由法医师执行检验业务 病理专科法医师执行解剖及死因鉴定业务 第二部分是关于鼓励病理专科医师投入法医的领域 考量到病理专科医师已经获有医师专科医师的资格 他总共的养成教育有12年 以临床医学病理专业之背景 叫本法一般的法医师 他没有具医师资格 法医养成教育仅约5年来的深厚 互观察各国法医的制度都由病理专科医师 经过训练以后才要担任法医病理专科医师 即我国于涉外司法案件对于外国法院审讯前 要求我国要提供医师资格之案例经验 避免影响涉外案件之司法认定 所以我们调整了目前的制度 鼓励病理专科医师 投入病理专科法医师之工作较为适当 第三部分是明令医师跟检验员 经得更续执行检验尸体业务 依照我们原来刑事诉讼法 第216条第二项的规定 检验尸体应命医师或检验员行之 而且医师法第11条之1第16条第76条第三项的规定 检验尸体本来就是医师的执掌业务 那我们现在有部分偏远及离岛地区 乃至于发生重大灾难事故的时候 现行的人员 法医师跟检验人力可能不足 所以有引进医疗资源 借重医师人力资源之必要 而且为了要提升相验尸体的品质 其实没有排除医师执行此业务之情形 再者检验机关的检验员 都是经过国家考试 并经过训练而任用 担负其相验及检验尸商之工作 已经累积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 考量现行实务及前开刑事诉讼法规定 由医师检验员检验尸体并无至爱难行之处 且为了借重医师专业能力及保障检验员之就业的权利 所以我们修正第九条的规定 由医师检验员法医师执行医刑事诉讼法 所定检验尸体之业务 所以在第49条的检验员执行业务之弱日条款 应该亦以配合删除 另外为了持续 我们会另外持续办理在职信念 以其检验员得以持续增进法医的智能 第四部分是为充分养成病理专科医师专业智能 将医师执行解剥师提及死因鉴定的年限 延至109年12月31号 那第五个重点 我国现行法医制度不符国际专业的趋势 目前世界各先进国家 比方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新加坡 他们法医的养成方式都寻类似医师 解剥病理专科医师 法医病理专科医师的方式 但是我们的国家 现行医师华 自104年12月29日期 就不能够执行相应尸体 也没法解剥及鉴定死因 这个不仅否定专科医师在解剥尸体 死因鉴定这专业 也会造成我们司法困境 更以国际法医专业趋势被盗而耻 那第二部分关于委员所拟据的 这个修正草案的部分说明如下 就是本修正条文草案第三条 以受过一定期间的法医师专业信念 经法医师考试及格为前提 将执行法医领域之专门职业技术人员 经称之为法医师 但是此难以解决第13条 专科法医师跟专科医师之间 涉及医疗鉴定专业判断的一意 又法医学相关医学科学专业领域人员 亦有未经法医师考试及格者 并非均需开称为法医师 所以有关本修正条文第48条部分 其执行业务年限跟现行法相同 上来因应各地的相应 解剖尸体及死因鉴定之实际需要 所以我们建议通盘考量修法的方向 并延长5年 第三部分是关于委员 袁宽恒19人所拟记的修正草案部分 关于本修正条文修正草案 所提确认法医师之消极资格检验员 执行检验尸体业务并加强在职训练等修法方向 我们本部竟表赞同 为其建立符合本国的国情 且以国际趋势接轨之法医制度 并维持与医界之合作交流 已经通盘言议提出法医师法修正草案 并说明修正重点如上 建议参着行政院含请审议 法医师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 进行研议 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参考 谢谢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行政院含请审议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三条的修正草案 那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其实自87年5月27号制定公布 同年10月1日施行 期间经过四次的修正 那这一次是因为在104年2月4号 修正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名称已经改为 所谓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为了配合修正本法第三条 有关性侵害犯罪行为被害人用此定义 所引用的法规之名称及条次 那第二部分是关于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和其未遂犯罪之罪的被害人 也为本法所称的性侵害犯罪行为被害人 以上的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参考 谢谢 来补充介绍 这个本院委员也是本会的委员 颜宽恒委员 油美女委员 那我们接着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王董事长报告 王董事长这边也没有报告 没有是吧 没有 我再接着回过头来 请这个提案人 颜宽恒委员来做提案说明 主席 主席各位列席官员 各位委员 有鉴于 法医师法制定和施行已经将近十年 这些年来台大法医研究所也培育了48位优秀的学生 其中有43位已经通过国家考试 拿到法医师执照 有24位已经通过公职法医师考试 现在正在各地方地检署检查署服务 如果再加上37位病理专科医师 已经免试取得法医师徵照 总共就有85位法医师可以执行一般性的法医工作 加上全国上有300位荣誉或顾问法医师 12位流浪法医师 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华民国法医师工会 40多名的法医师会员 应该足够应付紧急时的法医任务 我国法医师制度正朝向符合国际法医师潮流 契合我国国情需求的方向进行 但本席及18位同仁 为求法医师制度更为健全 法医师法更符合实际 周延可行 在该法实行10年后提案修正 重点有以下12点 12点我就减速 我就不用念了 为了要维护法医师法原初 建立客观公正独立于司法 检掉系统以外的法医师体系的立法目的 以及该法更符合实际与可行 敬请各位同仁支持本席的修法提案 谢谢 谢谢 报告委员会各机关代表已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寻达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上午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 严宽恒委员来发言 主席我想请我们法医所所长 图所长 请图所长 所长请教我们今天 这个法务部的这个书面资料 就是说我针对我们 我的提案内容 以及我的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反 行政部门 他违反这个破坏考试制度 让病理专科医师 得免事取得 这个考试证照 那得读后 这些病理医师 我是深表 我是不认同 那我看你的这个书面报告是说 还要让这些我们这个愿意 投入我们法医 法医部门的 这些病理专科医师 然后经过一定的这个 这个征审程序 然后再经过算 这个一段时间的训练 就可以 进行解剖 我想这样子是不是有为 我们的公平原则 这一部分 报告委员 其实台湾的病理专科医师 大概有三四百位 刚才委员也提出来这个说明 那其实如果是 以病理专科医师 目前的人数 属于国内的这个法医相应的这个业务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毕竟病理专科医师跟 跟那个法医师 就认为法医师 听到解剖 跟着死云的这个鉴定 跟病理专科医师 并不是不尽然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 如果可以在 病理专科医师 要从事法医师的业务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病理协会 他们好像是有一定的公信力 是不是可以通过 病理协会的一个训练 也避免说 他们免是直接可以去患证 引起一个不公平的批评 那可以如果是直接经过 台湾病理协会的一个训练 并且经过认证以后 认为他们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那我们是欢迎他们可以投身在 法医师的这个解剖 鉴定的这个行列 所以所长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经过台湾病理协会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等不等同是考试 为什么我们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一样 经过一个国家考试 来取得证照 这样子的话可以符合公平原则 也可以让我们另外 这个另外其他的这些法医师 可以秉除意见 因为现在病理专科医师 如果说要在他们再去参加一个华医师的考试 当然说牵涉到考试类科这一块不是华务部这边可以表示意见的 不过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判断要求这些病理专科医师 再去参加一个国家考试来取得法医师的这个证照 恐怕在诱因上面不够强烈 这是我们的另外的考量 那我想刚刚你说到诱因不够强烈 但是我们应该要保障原来的这些法医师的工作权 他既然已经经过了国家考试也取得法医师证照 但是因为这个他在他没有这个实际的医师身份 所以也不让他实际来操作这个解剖的过程 那所以说我想我们变成说是一个美其名他是法医师 但是他不能做法医师的业务 又好像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警察机关的检验员 他也是经过了国家考试并且经过了一个这个经验的训练 而且相当长的工作时间 所以说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但是现在因为考量到这个实务的情况 又定了一个弱日条款 要将这些测验我们的这些检验员 要在107年度就要这个检讨他们的这些检验工作 甚至于排除他们的原有的工作 这个是不是也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权保障 信赖保护原则 在那个检验员这部分我们这一次法务部所提出来的 已经有一个修正的部分要把这个107年这个条文希望能够修掉 那刚才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病理专科医师 如果说法官来师是不是足以做成一个起诉的一个证据 是不是在法庭上面经过这个交互结论的时候 能不能推荐出来它是一个可以被采用的 所以他的有关他鉴定的品质 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 那不管你是有病理专科医师的身份也好 还是你公职法医师的身份也好 如果说你的鉴定书的这个品质不能够符合司法的要求 我想这一部分那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了 所以就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信念 那能够到达这个这样的一个鉴定书的品质 能够为这个司法所信赖为民众所信赖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目前公职法医师他们的鉴定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还有需要再提升 所以法医研究所也在草宁一个计划 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鉴定能力的一个品质 那另外纵使说病理专科医师 他们有意突生在这个法医师的这个行列里面 同样的他们的这个鉴定的品质 是不是符合这个司法的要求 也是同样我们很注重的 那其实长期以来这个法医司法 就一直成为各方角力的一个焦点 那到底是医生合适还是非医生 这一部分一直是各方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可是我觉得是以司法的可以信赖的品质 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那以目前来讲我们一直希望 是不是可以说各大交血医院的 可以成立这个法医部 那可以容纳一些病理专科医师 取得了法医师的证照 那这一些他们将来如果在各大都市里面 可以协助各地检署来从事这个解剖 解剖鉴定的业务 那这个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个解剖鉴定的报告 具有客观性 而且它是经过团队的一个脑力 脑力的激荡出来的 比较可以经过法庭上面的一个试炼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是不是将来的法医制度的发展 是不是要有各大的交血医院医学中心 这边来利用他们的法医部 来协助各地人完成这样的鉴定的工作 会比较理想一些 所长你刚刚说了说要利用各大这个医学研究中心 来训练我们的这些 从事法医的这些人员 这个我是表示赞同 但是我今天重点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病理医师 病理专业医师 他可以免试取得考试职格 这个成绩 就是说等于 等于说他 免试就可以进来 那你另外说要再定一个 这个一个审核机制 要是什么样的审核机制 要透过什么样的单位来审核他们 因为我所了解是台湾的病理协会 他们在这样有关的这个信念跟培训上面 已经建立了一套的制度了 那这个制度是不是说 可以符合到将来他们的达成的 就是完成信念以后 他们的鉴定品质能不能达到 司法上面的要求 这部分是我们还要再去了解的 所长我在这边我要表示我的立场就是说 我针对你今天的这个报告内容 我是反对说行政部门 破坏考试制度 让这个我们的这些病理专业医师 直接免试取得资格 所以这部分我想你要再 在做西部的研究 那是不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委员 能够同意本席所提出的这些 草案的修正不可以破坏我们的考试制度 那针对另外我们的这个检议员 检议员的部分 应该要保障他的工作权 保障他的工作权 那是不是在这个 你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有显示说 要会在这个 在这个部分里面要另外在 在 要把落日条款配合删除 然后持续办理在职训练 另外就在职训练 在训练他的这些检议员的这个技能 它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其实原先的规划里面 就是有提到说检议员 当时可以参加台大法医学的 那个研究所的训练 实际上也有大概有六位检议员 去参加了这样的训练 到最后取得了法医师的资格 那不过确实是 因为原先检议员在进来任职 考上公职的时候 并没有跟他们讲说 20年以后你就不能再认公职了 所以确实说 因为一个法令的变更 变成他们原来的工作权就不保了 还有未完的信贷保护原则这一块 我们是真的敬表尊重 所以这一次 我们在提出修法的建议里面 也希望把这一个 107年这个落日条款 希望能够把它删除 好以上 谢谢 接着请蔡其昌委员发言 其昌 主席早 大家早 我请林郑次 谁 林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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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好 郑次好 我想今天讨论这个 法医师法 在讨论法医师法之前 我想 我昨天看到这个法务部 发了一个 这个新闻稿有三页 这个三页的新闻稿是针对什么 针对司改会设立一个叫做 司法阳光网 我们认为 于法有为 法务部认为于法有为 严重伤害检察官人性尊严的保障 应立即移除 而且这个新闻稿 有三张 我本席看到这个新闻稿 我想说 哇 这司改会到底犯下什么 这个天大的问题 本席就特别请助理 去上网看一下 看到底 这个叫做 严重伤害检察官人性尊严的保障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果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是首页 那最重要就是要认识法官 跟认识检察官来下一页 然后呢 这个就把 这个法官检察官的这个名字 列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 照片也没有 没有照片 就用一个卡通的这个图案 来来来象征 来下一页 然后呢 再点进去 如果我们以这个吴岳辉检察官为例 点进去大概就是 第一个他的奖励记录 他到底有什么奖励记录 第二个 承处的相关记录 他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承处 第三个就是相关的新闻评论 评论 换言之 本席点完之后 我倒觉得 我看完 我觉得这个好像 我们立法委员也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把公开讯息啊 譬如说民间的什么公都盟 一大堆 有的没的 这个 这个 要监督立委的团体 或者是甚至一般的这个网友 他就是从新闻资料 跟你们可以被查询的公开记录 来加以整理 我的看法 他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呢 本席看完之后 就想说 这个法务部到底 这样子的做法 叫做伤害检察官 人性尊严 应该要立即移除 次长 你要不要跟本席说明一下 这样的做法里面 哪里 是伤害检察官的人性尊严 本席也想了解一下 报告委员 这个 昨天好像是晚上的时候 我才看到 跟你一样的新闻告 是是是 我也是 所以我 我其实 刚刚他们同仁才给我一个新闻告 是是是 我没有详读 所以我一下子马上就要回应 对 不过我抛开说这个新闻稿里面 是是是 我是不是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今天要请教你 这个是今天这个一个事件 是是是 我认为说 网路上里面的言论 是 是自由的 这个是我非常赞同 是 那我也曾经跟香港 他们有那个所谓官审团 官审团 对对对 也谈论过 是 我说网路上里面要去限制 他的言论 对 其实是是理论而已 实际上你也没有可能性 对做得到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 你做不到的话 如果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被抓黑 是 那没有意义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都要学习 要包容 尊重 那但是因为法官跟检察官 他的职务非常特殊 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名位 他的这个职贤 对赢得人民的信任 非常关心 没有错 所以拿法官或是检察官来 等于是我们用了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民间里面 年轻人的这个方式里面来 好像跟他的生态跟习惯 或是他所有的思维里面 他一下子还不能够接受 所以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会破坏 我们整个民间对于司法的信赖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 大概就是我在想说 他们大概也引了所谓的 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那个东西里面 在讲说这个是不是人家的隐私啊 等等 那所谓隐私的意思到底是指什么意思 那施改会的想法 我刚才瞄了一下 他说这个是说集 已经你们都已经公开 这个什么隐私不隐私呢 我只不把你收集 但是法务部的主管业务的法律事务师 就因为这个资讯保护法 个人资料资讯保护法 是他们规管的 规管的时候 他的想法就认为说 你那个是公开 但是你收集把这些散布没有关系 但是你收集就是我们的 那个资讯公开保护法的 个人资料资讯保护法的 那个规范的对象 所以他就认为讲说你这样子做 你把它收集在一起 然后没有做过印证查证 这个可能对检察官会有 或是法官啊 会有所影响 好 所以他们才提出这个东西 我刚才看了 我其实你讲的我不能说 我完全不能够接受 有部分接受 但我部分接受 跟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认为我在这里咨询过 这个我们的法务部部长 我在这里提出那个 遗忘权的概念 你们的资料 你们的新闻稿 我看过 我们陈明堂次长 也引用遗忘权的概念 可是我会觉得很奇怪 本席提遗忘权已经讲很久了 法务部从来也没有认真去 对待本席的遗忘权 没有认真把遗忘权当一回事 我上次举过一些例子 透过网路的公开资讯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 他的当时新闻报导 公开资讯对他的报导是错的 是错的 可是错的 我们网路没有办法 这个网路的引述 因为是错的资讯 所以他一直存在网路上面 他可能他的孙子 他过世的 他的孙子 Google的时候 还Google他的阿公 过去是一个强奸犯 可是这证明 事实证明就是假新闻嘛 还是存在 所以本席一直在提倡 提一个概念 叫做遗忘权的概念 可是我讲了 法务部也都没动作啊 我也没有 法务部也没有 跟我解释说 我们现在遗忘权 要怎么来弄 都没有啊 忽然之间有人 做了我们法官跟检察官的资料 我们法务部开始谈遗忘权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在这里一直在讲说 我相信 我在司法法治委一再强调 我相信多数的法官检察官 都会洁身自爱 追求司法公正 让司法为人民所相信 为职制 可是我喜欢纠正 司法院跟法务部 你们让人家觉得 法律有差别 我不断的在 司法法治委一年来 我不断的在咨询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又是一个例子 我在这里讲 我也不是没讲 可是一般人民 当他们觉得遗忘权 是重要的时候 法务部觉得 法务部长跟我讲 说委员 对对对 这个好像应该可以来研究一下 这个也 他也没有否定我 可是也没有动作啊 当我们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新闻稿里面 哦 这个陈市长引用的可精彩 很棒嘛 人民会觉得说 啊 人民的事情 啊 没什么要紧 如果我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这样子是不行的 那我们要撤的网站可多了 所有对立法委员 那个市长 司法人员重视啊 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情欲啊 因为他是做一个司法人员 本席做立法委员 我也相当重视我个人的情欲 现在很多网路 去整理公开资讯 对立法委员整理公开资讯 很多都是不死的啊 很多都是不死的 法务部要不要同时 跟你们一样 要求你们的发的新闻稿一样 应立即移除 我也不 很多人也可能 不希望被这样子做啊 那为什么我们当司法人员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法务部煞有慎重其事 我没有反对你的意思啦 所以是不是应该法务部积极的赶快 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以的 而这应该是要被一体适用 今天很多人啊 我们主席 我也看过他 很多的新闻 那家骂他骂得很难听 他一定也很在意啊 可他不能被移除 我们还是 民间的对监督立法委员 他还是做成这样的网站 连不死的都上去 所以 法务部该做的是什么 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有一些 原则性的规范 譬如说你要做这个网站 当司法人员选择澄清这件事情 不是事实的时候 我们要求移除 不移除应该怎么有 什么样的处理的方法 处理的办法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也被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会要求司法单位 给我们一个清白啊 这个没有这是假新闻嘛 为什么假新闻 在网路上还可以继续这样弄呢 我们一样可以跟我们的司法人员 有做同样的主张嘛 所以次长你懂我的意思 我了解 我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这样子做法是不小 那我们法务部应该明确的去规范 而不是只有司法人员 明确去规范 在网路上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哪些是可以 哪些是不可以 一望权应该广集于所有的被害者 而不是只有我们司法人员 当他觉得他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在乎 而其他人我们法务部 看看啦 反正就对对对 理论很对啦 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求人家移除 那如果这里面的公开资讯 是不是你们要移除 意思是说是不是以后都不可以做这样的网站 我想这个你们法务部这样立场也很难占的注脚 因为如果这样要移除 你们要移除的网站可多得很 可多得很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个新闻稿 我的建议只有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要一体是用大家都来做 彰显我们法务部不是说我们只有我们的司法人员 大家市长你也很清楚嘛 现在只有什么公开透明 越公开越透明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同仁 对自己的行为 跟自己过去包括民间所诟病的什么恐龙法官恐龙检察官 他只有有外在一定程度的透明监督 他才会不会再出现恐龙法官恐龙检察官嘛 我们其实有这样的味道存在嘛 所以我觉得看待这个事情 第一个不用太紧张啦 第二个如果我们真的要规范 他是一体是用 不是只有针对说当人家要来公开你 司法人员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这个防务网就拉起来 好不好市长 谢谢委员指教 委员其实你所提的跟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不谋而合 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体适用 因为资讯里面的公开并不是要散播不实的 然后我们所有资讯是要做监督用的 拿来作为这个人的纠正 就是行为的纠正 但是不是对于人格的贬低 用一些污蔑性的 然后给他抹黑的 无论在任何的人都有这个权利要求真实 没有错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赞同 所以本席比较良心的建议啦 对这样的网站不需要反应过度啦 这是第一啦 第二你应该是就网站的内容 假设今天施改会也好 其他的民间团体要架设这样的网站 来监督某一群人的时候 我们是乐观其成 但如果内容有物思 对我们应该要求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天问题的关键 而不是说看到这样网站 哦立刻跳起来 这个全面啊这个戒备 然后全面反击 这恐怕我认为反应过度啦 我认为这个行为 今天这个行为 发这个新闻稿 我认为反应过度 第二个那个市长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法律司法 我们对于两个 今天啊两兆双方 我们有没有召开过几次的公厅会 或者协调会 是有的 我们部里面自己也召集 类似就是不同意见的一个公厅会 那我们委员会也有召集人 也召开过一次 那就我所知道好像只有 这个吕昭伟那一次啊 这个法医师 这边是召召一次 对法医师这边有人来 好像法务部那边 有邀请过他们吗 我们都来 有邀请过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啦 这个社今天这个法令 涉及到专业 涉及到工作权力的保障 涉及的面向其实颇广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 大家今天这个广泛的 这个咨询讨论完之后 我觉得有必要大家 这个两兆双方真的该冷静的坐下来 面对今天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啦 那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委员会过了之后 还有这个超级协调 因为我是党编嘛 所以我们到时候我觉得应该大家坐下来 好好地把这个问题做一个面对跟处理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接着请李贵明委员 李贵明委员 李贵明委员不在 轮到这个本席发言 是不是请那个 那个油美女委员 美女来帮我代理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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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我们请李学长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列席的各单位的首长 请主席首先邀请 我们法务部林次长 林次长请 还有法医研究所图所长 图所长请 委员好 次长好 上周我们委员会 又开过这个法医司法修正的一个公听会 那会中这个专家学者及各方代表 针对法医司法的修正 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而确实还有存 还存有很多的一些旗见 那本席也说过 当初法医司法立法的目的 是要提升鉴定的品质 跟它的水准 因而让医师与法医师来分流 本来给法务部六年的时间 来建立专业的法医师制度 后来又延了三年 但是啊 九年过去了 食物上的运作 发现 是不是真的 不可行啊 那法医 法医人力的培育 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这真的没有办法 透过技术性的方式 来解决吗 我对这一点 我真的很怀疑 我是一个学管理的人 学管理的人 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不需要用 那个SWART的方式来做分析 但是最起码 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那发生这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哪些 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把它归纳成这些方向来 你们就可以找到重点 我那天开工厅会的时候 十岁高卡称 每个人意见 意见了了呢 真的 我不晓得今天 我心里很烦 我今天主持这个法医师法 要怎么让他过呢 因为大家意见分歧 查汉嘴 剃嘴嘴 查汉嘴 那意见是我南辕北侧的 所以我心里是蛮觉得 蛮遗憾的 所以我刚才就说 你们现在运作上 实务运作上 是不是可不可行 那你现在法医人力的培育 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你是不是请那个 说明一下好不好 请徒首长说明一下好不好 报告委员 我想是当时间的背景 大概委员都比我们清楚 当时间因为法医的相应人力不足 所以后来请了台大法医研究所 这边培训了一些法医师 也取得了证书 那有些参加司法特考 后来也成为公职的法医师 那当时解决了各地检议署的相应人力不足的问题 可是原先的法医司法的规定上面 应该是公职法医师的 可以进行解剖跟鉴定的这个行为 那可是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 大概这些培训出来的公职法医师 可能真正有意愿去从事解剖跟鉴定的 人数并不是很多 这人性嘛 对不对 我如果有医师资格 我别的地方待遇更好 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担任法医师呢 对啊 你碰到的问题 人性的问题嘛 对不对 好 那继续 当时间确实是不容易招募到医生进来 才有另外的一个管道 那可是进来了以后 那一方面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信念虽然是五年的信念 可是他们的这个解剖鉴定的这个品质 是不是已经到达了这个 司法上面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 那其实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还在做信念 做培训 那可是有种种法令上面的一个限制 以至于好像长期以来 虽然是这样的培训工作应该是法医研究所来进行 可是一直在这一块并没有进行得很顺利 那你既然你现在有 在你这个台大法医研究所出来的 那当然有些已经有在就业 那有些还有十几位还没有就业 我想这个油美女委员 她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变成流浪法医师 那法务部为什么不开圈呢 林次长为什么不开圈 我也曾经在那天共庆会回去以后 就召集我们的同仁来讲说 你培养了这些人 你不要浪费人力资源 你为什么不能够给他开圈 那他们告诉我说 不是他们不想开圈 而是他没圈可开 就是因为他被框啦 所以全部都是固定在那边 所以现在很严重 那也没有解套的办法 所以我就请图所上说 那这个是你们的规管 你要想办法把这十二个人 到底应该要如何来用 不然你把这个闲置的这个能力 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 马上要面对 那图所上跟我建议说 他们提了心中想的方案 但是还没有把它提出来 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 就是等我们的检验员 现在检验员是准备要把它留下来 检验员那个 因为有的年纪也到了 它可能也达到退休的年纪 以我们的现在看的那个时间表 可能有几个大概也会退 那这个就是切出来啦 我们就让他补 但明年就会有初切啦 那第二个这个当然很不济紧 不是十二个人 不是马上就可以补啊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我就说业务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用约聘的方式 来用这一些人 因为不然他生疏啦 没有用 那培养就糟糕 这个是暂时性的一个措施来解决 那当然是最好的就是 我们去争取看看 能不能打破检验员 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的检验员是被框的 那这个被框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要去裁剪别人来完成我们这一些 我们整个的这个能力的资源 可能就会发生成功 我们总颜额法里面 事实上我们是十七万三啊 在十七万三的里面 事实上我们之前 我们那个预算颜额只有十六万四 那立法院也有一些决议 后来就要减了这个要十六万以下 那目前已经到十五万八千多啊 换句话说呢 这个缺额 有没有跟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去做一些沟通啊 有提过啊 对不对 因为业务的需要 尤其有些偏远地区啊 或者离岛地区 你要相验你的时候 或者要做什么的时候 那人家那个有 这是法医是针对死人嘛 对死人的这个大体嘛 他并不是对这个活的人嘛 当然有些是刑案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有时候可能也要跟医界啊 那当然你要跟国际接轨 这是有必要的 不然到时候会出了一些状况 就是说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我相信你们法务部应该有智慧去解决 如果连这个这样解决问题的智慧都没有 这法务部也可以废掉了 对不对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眼看了 这个落字条款就要到齐了 究竟要干脆修掉 自爱难行的法律 还是要继续再给时间来培育 那依据上周的 我们之前的公厅会各界的意见来看 各方啊 其实本位主义非常的重 这样的僵局 好像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立法委员啊 我们会站在立法的高度上 基于对国家制度的一个完备 跟它的合理可行性 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 所以今天实质来审查法医司法 就是希望可以讨论出 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法 那本席了解 当初这个法律制定的本意 与理想确实非常的好 但是实务上呢 受限于医疗法规跟法医学教育的 现实环境 理想跟现实啊 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法医师固然有他的专业性 本委员会也去考察过法医研究所 实际了解 并理解剖 血清DNA的鉴定 及毒物化学 相关的 建设 那 也需要相当的刑事法学的知识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刑事案件的审理 跟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发现实体真实 与确保法治国原则的一个贯彻跟实践 既然是发现实体真实 所以啊 必须要透过各种的鉴定 来发现 是不是要这样 是 好 所以啊 就不应该放过任何 可能获得真实的机会 如果限缩从事法医鉴定的资格 是不是有可能让不同的个案 无法获得较为周延的 这样的一个鉴定 这样不但不符刑事诉讼的目的 也不符实际的一个需求 不是这样吗 况且金门 马祖 还有台东等地区 确实没有足够的法医师 可以来相验 如果不要医疗资源来辅助 那现实上 是不是马上发生问题 会不会马上发生问题 会吧 那取高和寡 理想跟现实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兼顾 所以眼看我们落字 就要到齐了 落字条款要到齐了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只好再延长 但是这只是这个治标不治本 本期还是希望 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修法 可以来解决这个困境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 接着请江曲成委员 江曲成委员 江曲成委员不在 请蔡景龙委员 蔡景龙委员 蔡景龙委员不在 请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委员不在 请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 请徐天才委员 徐天才委员 徐天才委员不在 请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不在 请赖政昌委员 赖政昌委员 赖政昌委员不在 请邱文彦委员 邱文彦委员 邱文彦委员不在 请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不在 请周宁安委员 周宁安委员 周霓安委員不在 接著請 蘇清全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列席官員 還有我們同仁 媒體人員 大家早 我請次長 還有所長 請林次長 還有圖所長 報告主席 這個問題太專業了 非本委員會的 或者是內行的 事實上也不太敢來問這種問題 所以為什麼 委員不太想來 沒什麼要摸這個也不敢摸 像主席 搞得那麼清楚 要幾個 好 上次的公聽會 次長 上次的公聽會 我們說 我們是要來解決事情 剛剛我們主席 質詢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想本位主義 我想我本身又兼 中華民國醫師 前年會的理事長 我絕對是要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最重要 那以前設這個 法醫科設這個鎖 已經設了 阿籃也不用拾了 又說過去 那都是假說的 所以 就像剛剛主席執行的 我們李委員執行的 來當 當屏東地檢署檢查長 防檢查長 防疫環檢查長 還卡丁的跟我說一說 如果這個法 反而沒收 那是 冰東 平洞 平津 平津 就算了 甚至沒有法醫師 那是很嚴重的 那剛剛我們主席也講 我們旅遊也講說 法醫是看 所謂鑑定 像驗是死人 沒錯 但是各位知道法醫司法 現有的13條 13條 他的業務不是死人而已 他還有做到 性侵 做到創傷 還有人生法醫 還有兒童虐待 還有懷孕 還有流產 我跟你說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臨床醫師 常常碰到什麼 像我本身服務的醫院 是區域教學醫院以上的 常常會接到地檢署來的 公文 很聰明 檢察官也很聰明 他來就說 請你幫我鑑定 這個人 他適不適合 發肩執行 要自己去關就對了 現在那個人 整身都拚 他所有說的菜 拚都公眾菜 慢性懸重 他就是要到外面 要到外面照顧 那這樣 紀檢署來就叫你意識鑑定 鑑定完 你說可以 抓肩去關了 關就出事了 那醫生說的 好好 有夠夠 都你說的 出事了 你去告醫生 那真的是會告的 另外一個 禁制產 現在 人的親情 很差 一個病人如果躺在病床上 三個月 四個月等不及喔 結果去申請 禁制產 禁制產 什麼 怕什麼 就要分摘了 分摘了 之後就要分摘了 就把那老人家丟在醫院 丟在養護中心 常常在做 然後一來就是鑑定 就是做禁制產的鑑定 對不對 這個是幾乎每個禮拜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 我們現在的法醫書法 真的是有一些 有一些條文是 真的是 不行的啦 是完全不行 這點醫生 醫生做到 醫生 全科醫師 是不是做到 組織醫師 組人家 這段 進階喔 我們五三個醫生 說要做性侵鑑定 大家都要怕死 我們的法 以班的法醫師 你可以做這種鑑定 我跟你報告 你是等著被告而已 你等著被告 不然走著瞧 我們是在 修法要 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們是在愛他們 在保護他們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家都會退休 你現在修一修 我跟各位報告 你是在害的啦 你有可能把害死 你有可能把害的去做啦 我跟大家 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那剛剛次長有講 說 我們現在的檢驗員那裡 有六個要退休之後 可以把他淘汰 我這裡還是要很誠摯的建議 法醫所 法醫科的法醫院就說 不要再收一班的學生 我給他查了 今年還收了兩個 那假班 零個 可以不要收了啦 真的啦 你要收收假班 這第一個方法 不要收了 不要把再製造問題出來 第二個 這些12個 13個也罷 我們這邊如果開缺 讓他進來 然後像花蓮台東 事實上地檢署也可以啊 我們前陣子 衛環那邊在社工 全國的社工 開了多少缺你知道嗎 開了500多個缺 500多個缺 收拐 本期都不夠長 所以以前社工師 非常非常非常缺 屏東縣只有一個社工師 現在對不起 現在好多個了 七八個了 所以社工 要擔任很多 一些性侵家暴低收入等等 他也常常冒著危險 出去執勤 所以這個開缺 有那麼難嗎 主席 我們大家要想辦法 好不好 不過這個是要解決問題 那再來就是請這些一般的 你已經考上法醫生 你再猛一點 你去念 學術後中醫系 學術後西醫系 你現在念完了 考上醫師執照 你就是全聯會的會員了 我們就非常樂意的幫你訓練 因為你現在 你沒有畏懼醫師證照的法醫師 你要去叫醫學中心 叫區醫教學醫院 叫醫學院 幫你訓練 專科訓練 對不起 哪一個醫院敢幫你訓練 一定會有醫師去告他 因為他違反醫療法 違反醫師法 他連醫師知道都沒有 在醫學中心是密醫 因為他現在有法醫師 所以你要去做臨床的時期 你要去做臨床的專科訓練 是行不通的 我看也沒有人敢幫你訓練 因為你不具醫師證照 你去practice 你有可能去碰觸到病人 你就會被告了 報告主席 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把事情講得模糊焦點了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而已嘛 就是要把這個法修好 修得跟國際能接軌 現在台灣是國際化 我們是地球村 跟大家報告 這個我不想再講了 你看到的歐盟 看到的新加坡 看到的美國 連那個菲律賓 都要叫你拿醫師證照 拿法醫師證照 甚至要叫你拿病理法醫師證照 他才要承認你的 鑑定報告 菲律賓喔 所以 你以後將來 這麼多跨國的案件 或者國外旅客 今年來台灣 已經超過一千萬人 我在屏東那邊 處理的病人 死掉的 香港 澳門那邊玩 出車禍 過世的 好幾個 那個都要在台灣鑑定的 在台灣解剖的 那個你的報告 你的鑑定報告 拿到香港 都不理你了 我看到時候 跨國官司就來了 所以 這個要非常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再講一次 那其實也不是很難嘛 才十幾個 不多嘛 這個好解決嘛 現在有一個 一個法醫師 以班的法醫師 現在已經考上中醫系啦 已經在 好像在念了嘛 我昨天一個一個查喔 我們不是沒有在解決事情喔 所以 村長 我這樣說 你的情況如何 我非常同意喔 就是我們 今天大概就是要先面臨 急迫解決的問題 那質疑 這個法醫師 應該國際化 這個我也非常贊同 因為國際間裡面走向 我們看的比較制度 都是這樣子走法 所以我也非常 這是 委員的想法 對於法醫師的整個結構 這個指教 其實法務部的立場 應該是很相近 好 那所長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現在 具有 在台灣喔 具有 已經領有 法醫病理專科醫師的 就29個 事實上要解剖 不到10個 台灣的量超10個就夠了吧 10個病理法醫專科醫師 解剖的 現在有29個耶 所以 不是欠嘛 是各地檢署 應該要配備 法醫師的人員 還是說 檢驗員的人員 那些 那些 困到地 像法蓮台 都沒有的 你就補到地就好了 對不對 將來那些 又欠 又開缺出來 就可以補到地 就可以補到地 就可以解剖的問題了 所長 對 其實現在 大概一整年的解剖量 是2000多件 那如果是 剛剛委員指教了 十個人的話 一個人 如果一臉的負擔量 再200多件 是跟病理專科的信念 大概是接近的 這應該是可以的 是可以嘛 對 所以 所以 跟主席報告 法醫病理專科醫師 現在的量已經有夠了 現在已經有夠了 現在 你要改這個法 是要跟他 要改關 現在現有 一般的法醫師 要怎麼改關 這樣而已 那要改關 這個法金 收一收 跟國際接軌 該刪的要刪掉 不然的話 像這個 第十三條 我 我們 下個月到國外去開會 我們就要拿到國外去 給人家看看 看看人家 看會怎麼講 尤其是歐盟 我給你炮轟屎 我給你報告 以上 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由美女委員發言 請王惠美委員準備 主席和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有事可以請我們的 林次長還有我們的圖所長 請林次長還有圖所長 一位委員好 兩位好 我們上一次開公聽會的時候 開完公聽會 你們法務部呢 又補充了一個 公聽會的補充資料 那在公聽會的補充資料裡面 就是針對所謂的李俊毅 就是有關的學者李俊毅 跟江國慶案件的說明 那對於這個部分呢 李俊毅委員 李俊毅學者呢 他覺得你們裡面的內容 有很多的錯誤 那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公聽會的時候 你們應該把資料提出來 結果你們在會後 提出你們的資料 而你們資料是不實的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這些會變列入到紀錄 而真正的正確的資料 因為你們是事後提出來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變成沒有澄清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 在以前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種情況 因為我 我不曉得就是 最近好像變成在流行 對不對 大好光會議做了解釋之後 可以自己上網再去更改 然後你們公聽會開完之後 可以自己再補充一個 這個不實的資料進來 那當然是不是不實 因為別人有意見 那這有意見 他也提出一些證據出來 可是他沒有機會來補充 對不對 因為你們沒有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補充一個資料 那也沒有讓當事人 就是你們所指的這個當事人 有澄清的機會 那我覺得說這是違反程序正義的 你們的說法是怎樣 我想他這個是大概是我們法醫所 自己就是台大法醫所的裡面 他提出這個東西是交給部裡面提出來 我們這個他不是歷史務我們這邊 我不知道他當時提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看到 不是不是 你現在拿的是李靖毅委員 李靖毅學者 對李靖毅學者 針對你們提給本這個 是他提的反駁意見 對就是說你們是在公聽會以後 你們提給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一個補充的資料 那是在公聽會完了之後所提供的 這個所提供的資料裡面不實 但是學者李靖毅 他並沒有澄清的機會 那他是到昨天他才看到有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說這個是違反 這整個一個程序的正義 因為你們有什麼資料 應該在當場提出來 讓大家看與公聽會的人 大家有機會來 就這些意見來做辯駁 但是你們是在公聽會完了之後 才拿了一份補充資料 而這補充資料裡面內容 又有所不實 那個就是法醫所裡面所提出的補充資料 據他們講 因為我當時在當時 他是結束完了以後說 他沒有機會可以講話 所以說要我們把 怎麼會沒有機會講話 你們法醫所的所長都在現場 怎麼會沒有機會講話 他沒有參加 還有你們組長也都在現場 他就是組長 那這個就要追究我們的主席了 對不對 他們出席公聽會的人 說你沒有給他們講話的機會 所以必須要在公聽會結束之後 再補充一個書面資料 那書面資料這個跟事實不符 他是練習 所以他就沒有講話 練習還是可以講話 他們有意見還是可以 對 我們都是練習聽公聽而已 對 所以連我也沒有上台講話 那我想為了公平起見 你們必須要把今天 這個李敬毅學者呢 他所提出的這些資料也一樣 列入到我們的司法法治委員會 公聽會的一個補充資料 我想才能夠讓這武器對等 那有一個澄清的機會 否則的話這些就是 列入紀錄就是一個歷史文獻 那這些東西的錯誤的話 就永遠流傳 那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這個我贊成 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 剛剛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期限到了 那讓這些的醫師 他們沒有辦法在 就是我們所謂的榮譽法醫師的 這個部分 必須要停止的話 那到底會不會缺額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目前各個地方 就是有所謂的榮譽法醫師 其實就是他只是醫師 但是他並沒有法醫師的資格 那這些人 他在實際執行案件 執行著這些所謂的相驗啊 事實上所有解剖 其實也都不是由他們做 解剖跟死因建立幾乎 全部是你們法務部的法院所在做 所以他們其實只做相驗的工作 那相驗的工作 其實各地都有所謂的檢驗師 也有所謂的這個法醫師 公職法醫師 那他們做的其實是量是有限的 所以今天這些的把他停下來 並不會發生人力不足的問題 因為第二個 我們還有十二個公職法醫師 對不對 你們不讓人家開缺 所以他們一直在流浪 沒有地方去 那固然剛剛這個次長 您提到說 是不是呢 就個案然後來委託他們 好今天人家看過國家的考試 你們不開缺 讓人家沒有職位 在外面沒有工作可做 然後你今天說我用約聘 用案件委託的方式 你們的一個案件 地方的案件一件三千塊 你想他怎麼樣 他連最低薪資都沒有 怎麼火他經過國家的考試 經過國家的訓練 對不對 政科拿到資格 然後經過國家考試 拿到法醫師證照 然後呢他沒有辦法職業 沒有辦法去擔任公職法醫師 然後沒有薪水 然後呢你們用我個案去委託的方式 一件三千塊請你去做 這叫做保障我們的工作權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剛才講的不是個案委託 我說是現在目前裡面 因為他沒有法定編制人員 所以他要進來的時候 是人事總處掌控 所以他沒辦法 所以我們採的是什麼 叫做約聘 所以約聘不是案件計量 所以他約聘的時候 他有約聘的薪水 我剛才請教一下那個圖所長 他說差不多將近四萬塊 一個月四萬塊 好這個不管是約聘 因為你們應該要開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一個遞檢署裡面沒有半個法醫師的 配置的這缺額 這完全不合理 而且就是說像偏遠地區 你說好這個今天金門馬祖 你說我有屏東 或是由高雄地院派檢察官去 派這個法醫師過去 那也可以 但是呢你現在 像說這個好幾個地方呢 連這個一個法醫師公職法醫師的職缺都沒有 我想這個是不合理 你們一直在講說總員額 人事行政總處說我給你是總額 我並沒有說你不能夠開缺法醫師 我是給你總額 所以總額你怎麼樣調配 那是你們的職權 所以呢你再去跟人事行政總處怎麼講 他說你的這個圓額都還有缺啊對不對 是你不開缺啊 而且他也沒有限制說法醫師不能夠開 是你自己去調配 那你要把那個圓額留下來給其他的用 這不是人事行政總處的職權 所以這完全是在於說你們重不重視法醫這件事情 對不對 這個法醫鑑定的這件事情重不重視 如果重視的話 你們就要把圓額拿來做為這法醫公職法醫師的缺額 那如果你們不重視的話 覺得還政人死了 這個對不對 這個司法的這個 第一線的這個鑑定不重要 那你們不開缺 那也沒辦法 那就永遠這些人就永遠在那裡流浪嘛 所以這完全是為政者你到底重不重視法醫鑑定這件事情 鑑定你的缺就出來了 重視你的缺就出來了 不重視這個缺永遠出不來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去慎重的去考慮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好 目前呢 我們看到說 像彰化 彰化地檢 他原來呢 像說在102年103年 那時候沒有開缺公職法醫師 所以呢 裡面全部由公職法醫師去做的是零件 然後他104年他有開缺出來了 他馬上就可以吸收了216件 所以在這裡呢 那他裡面還雖然委託外面的 這所謂的委外的這榮譽法醫師去做29件 那我不知道說 是他們吸收不了 還是說只是做公關 留給外面的這些醫師 留下一些的記錄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 像說雲林地方法院 雲林地檢署 那他也是就是有這個 他原來是 原來沒有開缺 103年的時候他開缺了 所以就能夠相驗的 相驗的249件 那249件呢 他由這個所謂的 委外的榮譽法醫師呢 就零件 所以事實上是可以調整的 並不是不能夠調整 所以這完全在乎說 這地檢署的 檢察長重不重視這件事情 和法務部重不重視這件事情 那到底要不要去 你們不是不能夠開缺 只是要開在哪裡 對不對 那重不重視 那如果重視的話 公指法醫師 他其實就可以去 還有這檢驗師 他其實就可以去容納 很多的這些案件 把這些東西吸納過來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 那麼的一個迫切的需要 說要再去延期 我覺得這部分 是要去慎重的去考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對於這所謂的法醫師 今天要把這所謂的 病理專科法醫師 我們知道說法醫的 建定的工作 他不是只有病理而已 他其實還包括毒物 包括DNA 包括臨床 包括牙科等等 一共有六大 這所謂的專科法醫師的 核心的這些業務 那你今天獨尊 病理法醫師 而且讓他們不用 不用考試 不用受訓 就當然取得法醫師資格 我想這是完全政策的 一個偏離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今天醫師不管他所受訓的是 他所專科的是什麼 但是他要變成法醫 因為當初在94年的時候 把醫師跟法醫會把它分流 法醫有他法醫的專業 我相信在世界各國 法醫覺得是一門專業的科目 他不會是說 任何的醫師都可以去做的 所以既然是一個專業 他就應該有專業的這些訓練 跟他的一個證照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這所謂的 病理獨尊 病理法醫師 讓他免是 讓他免受訓 就當然取得法醫師資格 我覺得這是政策的一個錯誤 所以呢 今天呢 你們法務部所提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版本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所有的法醫師 所有的醫師 你要取得法醫師資格 沒有人反對 這本來在法條裡面 本來就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經過 這樣的一個程序 你應該去受訓 那你也應該去取得法醫師資格 那大家都 你們程度裡面所講的 醫師哪有可能時間再去受訓 哪有可能再去取得 一個國家資格 那我們既然有另外一套的 所謂的法醫師的訓練的話 那為什麼這一群訓練出來的 裡面把它量在那裡 然後不給他職位 然後告訴他說 你的能力不足 我想這是 這個滑天下之大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能夠好好去檢討 所以建議 本席呢 建議這個主席呢 今天這個法賽是真的沒有辦法 再討論下去 謝謝 謝謝 等一下好主持會 接著請王惠美委員發言 來主席有請法務部市長 請林市長 王委員好 市長我們那個民間施改會啊 前天宣布成立這個司法的陽光網啊 那我看你們好像也是 針對這個部分啊 非常的反對啊 那請教一下 反對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啊 剛剛也有委員也指教 有關於法務部發布昨天的那個新聞 我也很誠實的告訴他說 其實我雖然身為次長 但是因為分管 所以我沒有看到那個新聞稿 所以剛剛他們才拿給我看 因為你們措辭非常的強烈嘛 對不對 那我我我剛才也表達 我對這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是覺得 是寫錯了還怎麼樣 不是寫錯 還是不實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接受公平 但是不要用那個 所謂的沒有真實的東西 然後是扭曲的東西 所以剛才那個 蔡委員 蔡其昌蔡委員 也特別講到 所以他裡面的資料 確實是有一些是被扭曲的 是他們是認為說 這樣子就對司法的公信 因為司法的公信跟法官 檢察官會結合在一起 我始終想認為 我們都可以接受 讓人家批評 所謂的你的行為哪裡不當 但是任何人是沒有權利 去污衊人家的人格 這個部分如果他資料有誤的話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要求他去更正 是 那這個部分我 畢竟 還是有很多東西是要受民眾去公平的 是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不如 更開放的心胸去接受這個東西 好不好 那本席再請教一下 我看 我們在三年前 在審這個法案的時候 當時我們本委員會有要求你們兩年 要把新的方向措施 你們說要檢討 送到我們委員會 可是本席上掐指一算 三年了 大概是法應該規定你們 時間到了 你們不得不才拿出來 那我又覺得說你們的態度 有一點問題 好像硬要我們委員 照著你們想要的東西 要硬幹上來 是不是這樣 應該法務部不會有這樣的態度 不是嗎 叫你們兩年內 要把相關的法案再送上來 結果你們研究了三年 剛好時間快到了 今年是個期限 不得不 那你這個造成我們 要你們怎麼修怎麼幹嘛 都有一點點困難 我也相信 因為我們是奉 我們大院裡面的委員會的決議 所以要兩年完成 其實這個就陳如剛才 有委員也提過 就是這個法醫師的定位問題 其實非常分歧 我們也在委員會裡面 召開過公丁會 但是 可是我覺得你們後來 也沒有針對公丁會的問題 去做解決 我覺得你們現在已經 從這十年來 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們呢 這個原本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法醫師 鑑定有包括非常多 性侵 兒虐 病理 醫療糾紛等等 這對死者 對家屬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事情 都要去跟國際去接軌 我反而覺得我們做了很多 都跟國際不太接軌的東西 第一個 我們還是要跟國際接軌 你們現在的制度下去 很明顯是跟國際完全不接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過去的方針 你們培養出來 在研究所裡面 法醫研究所畢業出來 這48個 現在還有12個變成流浪的 還有16個還在此 未來等於你有28個流浪的 怎麼辦 現在目前有12位 被稱為流浪 對他們不是挺好 因為我們現在也叫他們 了解一下他們現在的動態 到底在哪裡 不過我一直也跟我們的同仁強調 說我們培養人家 就是要用人家 不然你培養幹嘛 所以我們現在剛才也 好幾個委員在指教 說關於人力裡面的調配 法務部一定要想辦法 所以我會在會後的時候 12個現在的所謂 被稱為流浪法醫師 他們的權力還是要跟人家保障 對不對 但是你們還是要去檢討 你們的分流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而且你們這一次真的是 獨厚所謂的病理的相關的 這個也不太對 我覺得你們應該 最重要還是要去檢討 待遇的問題 他畢竟在相關的專業訓練裡面 9年12年之後 你叫他說一個月才7萬塊 誰幹 對不對 應該是不是從待遇的部分 反而是再去檢討這個部分 才對 那你看現在我們自己的 這個全職的醫師解剖一個三千塊 外面來的一萬九 那誰要來啊 我就來支援你就好了嘛 我也看到這個數據 我也很訝異 那後來他們跟我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在職的是三千塊 因為他自己有本心 就是他隨著他的職等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職的 就是公職的這些法醫師 好那你們算過好 他一個月可以解剖幾句 那就不一定要看各個地方 最高呢最高呢 最高 有沒有記錄 那個誰你們知道 在做政策的過程中 你們總是要把這些 這些薪資待遇考慮進去嘛 最高多少最少 而且這個還不是還不是固定的嘛 對不對 最高有一個月可以解剖幾句 不常常死人吧 包委那個其實我們現在的 看各地檢驗署的 抱怨的這個 需要解剖的狀況 那也牽涉到各個法醫師 他們解剖的這個速度 所以這個案件量 如果是比較多一點的話 一隔月可能會到三十來見 那可是也有 因為這樣的都是每天發生的狀況不太一樣 最多我少了解大概三十幾件 那平常有沒有一個月都沒半件的 不是 因為它是全國各地檢驗署的 綜合起來的 全國喔 對 一個月三十幾件 就是我現在是以 量就對了 對 中共有多少的那個法醫師 因為我們一整年大概兩千多件 那如果是除以十多個月的話 大概一個月大概是在 兩百兩百不到兩百件 當務之急啦 你們要去減少薪水啦 再來的話你們的分流制度要去檢討啦 這個是最基本的啦 那我聽說你們今天還在 還在評估要用月評估的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想法 人數不足嘛 惡性循環嘛 沒辦法嘛 因為現在就是有這個流浪法醫師的問題喔 那部裡面也一直希望能夠解決這一些 培訓出來的 那個醫生的一些 法醫師的一個就業的問題 那可能是針對包括連江啊 包括金門啊這些沒有正式編制的法醫師喔 可是他們的業務量其實 一整年說不定才十間到十五間的 這個相應案件 並不是那麼多喔 如果單純配置一個法醫師 那一整年也不可能叫他不要放假 不要不要休假 所以一個人人力上也不夠 可是以目前的 恩惡法的部分喔 要配置到一個法醫師喔 在人力上面顯然有點不符成本啦 那我們在考量是不是用特約法醫師的方式 因為特約法醫師按照部裡面的規定喔 應該最高可以到三萬九千八 三萬九 叫人家在外島 因為我之前在 三萬九 誰去啊 我之前在基隆 我之前在基隆擔任那個檢察長的時候 像基隆當時一個檢驗員一個法醫師都沒有喔 當時我們聘的其實蠻多的 從法醫研究所出來 還沒有考上公子法醫師的人員喔 他們對到那時候到基隆去服務啊 都蠻都蠻高興 我們那時候一個月大概給他三萬五千塊 他們都蠻樂意的啊 欸有夠可能耶喔 你們栽培了一個一個 一個出來然後現在變成流浪的法醫師 那結果現在你跟他講說一個月三萬九 叫他叫他到外島去 配合你的業務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本末倒置耶 然後呢再來他們的 的那個出來的品質 有沒有到我們本來這個法利益的這個目標標準 夠不夠優 對這些所謂的受害人 到底有沒有保障 我覺得這個你們要從這個 不是單純的一直從 從所謂的這個成本效益 公家是沒有錯 有部分的東西 你應該去做一些相關的管理 這個是牽涉到人權 牽涉到一些權益的問題 你一直不斷的去說成本效益的問題 我很反對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們這個真的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耶 而且這真的真的 這讓你們這個制度下來之後 我跟你講台灣出去真的會被笑死啊 你看廣大型那種 那種在比較偏遠的地區的那個檢驗報告出來 不管你們自己也知道啊 對不對 那個拿出去給國際是被笑死的啊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法 這個法務部下面的這個法藝相關的這個 這個報告出來 不會告訴你啦 真的這個部分你們真的要加油 研究了三年研究出這樣東西 真的對國人真的交代不出來 非常嚴重啦好不好 這個東西拜託你們啦 這幾個 那個未來的這二十八個人的權益 一定要保障 但是我很反對你們用約聘故障去 好像沒有錢有錢就好啦 你們現在意思就是這樣啦 沒有錢有錢就好 我就不開缺嘛 那我不開缺你就是有臨時的 不然你多少來嘛 不然要怎麼樣 不是 現在是說當前裡面 唯一要解套就是用這種方法 並不是代表說這個用這種模式 成為制度化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我還是要針對你們對這個東西 我還是要嚴重抗議啊 謝謝 你們真的誠意不足啦 給你們兩年的時間 你們拖到三年 拖到法的那個已經臨界點了 我可以拖到查成頭沒辦法 總共你們才把這個案子拿出來審 非常的不負責任啦 謝謝委員 謝謝 法務部真的要對法醫師齁 要尊重一點 你知道我們現在這個 那個自願意的阿兵哥啊 是三萬多塊錢一個月 然後再加上離島加級的話 他是四萬多塊已經五萬塊 如果說你法醫師只有給他三萬 那個慧美 你說那個法醫師是多少錢 三萬多 三萬多 你真的是在糟蹋人才 法務部真的是在糟蹋人才 我說一個阿兵哥 志願意的阿兵哥啊 一個月三萬多塊錢 我們家離島加幾 就是四五萬塊了 那結果他說一個 一個辛辛苦苦培養的一個法醫師 結果你給他說 用約聘僱的三萬多塊錢 我要再提醒一下法務部就是說 法醫師法 它是一個特別法一樣 一定要去尊重 那特別法其實也優於普通法 你不能用一般的法律來看這個問題 要尊重人家啦 這最重要的 這心態上 法務部可能要去改變一下 謝謝 接著請詹滿榮委員 詹滿榮委員 詹滿榮委員不在 謝謝 報告委員會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 儘速送交個別委員 及本會 委員 如有 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 以書面答覆 那 我們現在 基於人道考量 休息十分鐘 有法定 報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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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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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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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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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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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